确定说你的尺寸到底有没有正确 你可以用所谓的标注 标注这边有一个标注 线性的话就是水平的 或者是垂直的就用线性 如果不是垂直或者水平以外的线段 你可以用对齐式 那还可以标胡长、半径等 那这边我们选择线性 那从哪里呢?从这一点 那特别注意哦 这一点它那个环境的预设值是分点 锁点的时候是不会出来的 也就是说你们原则上 刚刚一定要先把四分点叫出来 或者你会找不到什么的四分点 像我刚刚这地方标注线性 那你会发现奇怪四分点没跑出来 我要找四分点 可是你移动到这一个弧上面 会有个四分点没有出来 只会出现什么呢?中心点 那如果说你要让它出现的话 就是物件锁点按右键 再选择什么呢?四分点点它一下 这样子的话这个四分点才会出现 才会出现 另外呢 特别注意就是物件锁点非常的重要 也就是你要很这几个点 比如说像端点、中点、中心点 甚至四分点、焦点、延伸线 等等的这些都很重要 所以这边的话像四分点 它一定长得像菱形 出来一定是菱形 有没有?这个地方 那你就点这个菱形 点它一下之后呢 再去标注下一点 两点标注之后呢 就会第一点点下去 再来第二点点这里 这边也会有一个四分点 四分点 那一定要是四分点点下去之后往上 往上拉有没有? 你看你要放到哪个位置 点一下标注就出来了 八十那没错 如果你画正确的话就是八十 你不要标注之后发现 奇怪怎么尺寸不对 或者有什么小数点 那就错了 那表示你画的过程当中有问题 那我再把重点再提示一下 第一个的话我们画这个 第一个就是往上 其实往下都可以 往上往下都可以 输入一个二十的一个线段 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输入第一点先给它 第二点的话就给它二十 Enter 再按一个空白键结束掉 结束这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用偏移的 偏移五Enter 然后你就直接 偏移的距离 五Enter 五Enter 好 接下来偏移的物件选它 往这个方向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也就是说呢 我们总共有五个线段 五个线段做出来之后 再来画弧 弧的部分呢就是 弧里面有一个叫起点 中心点 另外一个是角度 选这一个 起点中心点角度 起点在这里 中心点在这里 角度你就往上 再往这边转过来 180对不对 其实你可以直接点一下 180也可以 或者直接输入180 点一下 这个弧就出来了 接下来用偏移 那输入5Enter 或者其实 直接按Enter也可以 因为什么 因为这边直接本来就预设是5了 如果本来就5 那你不想再输入的话 你就直接按一个Enter 也是5 那偏移的距离这边 直接Enter 那物件就选它 往外 再选一次往外 再选一次往外 那做好之后的话 最后按一个空白键 就跳开了 好 跳开之后呢 再把它选起来 做一个什么呢 环形阵列 物件已经选好 那再来就是中心点选这里 那就四尺四个嘛 布满角度 这样的话就做出来了 这边最后记得就把它 再一个标注 这里到这里 往上拉 80 那这样就完成这一题 画面再好给各位一下 其实像这种画图 一定要多画几次 多画几次 好